这温度高以后啊 这个番茄啊成熟的特别快 因为成熟快了以后呢 就会造成啊这个品质啊 我们种这个高品质的水果番茄 它品质有所下降了都 这是刚摘过的番茄 现在我这个番茄空壳的已经特别多了 基本上就快结束了 本来预测是7月15号应该是结束啊 但是我看基本上差不多都结束了 现在浇水施肥的话都已经开始减量了 已经开始减量了 这是我们今年不是2月1号 就是2月2号啊 定制的番茄啊 做了一个大茶 基本上就是在十二棚果所用 这样的一个大茶的一个番茄 一个水果番茄 个头都比较小 但口感非常好的 这种高品质的番茄啊 全部采用的是无土栽培 然后今年我一个朋友同样和我的一个品种同时定值 它采用的是土壤栽培 结果我们进行对比以后就发现了 这个无论从产量上还是从品质上 无土栽培的一个要好很多 所以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 特别是种棚的种植物来说 以后如果想去好好做农业的情况下 无土栽培可能是大家一个选择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早入手吧 对于你来说可能会早受益 因为毕竟无土栽培这个成本 已经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了 也就是成本可能比土壤栽培成本还低 综合成本 所以说呢 周中虎 如果 那个想了解 或者想学习这个无土栽培的话 也可以去和我联系吧 然后 共同探讨这些块 因为这个市场呢 毕竟刚刚起来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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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